大陸唐山最近爆出一起多男毆打一女事件 震惊全网 而画面曝光后也引发外界对于当地治安相当大的关注 许多唐山市民也纷纷站出来涌入警局报案 实名举发当地的恶势力 不过在热搜中 居然出现一条汪小飞是唐山实名举报第一人 掀起一波热烈讨论 原来汪小飞在去年10月曾经在微博发文透露 10年前在唐山买了一个8000多平米的楼 要开设唐山第一家撬江南 投资金额过亿 结果开发商以各种理由 世纪年来都不给房产证 之后汪才发现原来是开发商 已经把这栋楼拿去抵押贷款 等于汪小飞花钱买了房 却没拿到产权 也没办法卖掉 因此他愤而提告 当时他写下一审胜诉 二审还在审理中 如今又爆发唐山暴力事件 有网友就跑到汪小飞微博底下留言 二审你也赢定了 没想到你也被唐山坑过 不过他回应 结果二审被推翻了 后面放上哭笑不得的脸 证实自己遇上黑心开发商 网友也惊呼 原来小飞也是受害者之一 真的是热搜体质 并喊话要他也拿着身份证 一起跟民众到政府门口排队 举报这些无法无天的恶势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